這個像元大的部分他就是心臟比較小 對啦剛剛講到那個就是 之前好像還是有PTE有一個案例就是說 有一個人他好像在那個什麼菲律賓 然後跟一個女生就是過情人節然後刷了卡 結果他自己本身的卡片好像因為 上一期元大銀行的信用卡帳單9000多塊沒有繳 然後他打電話進去跟銀行說 可不可以讓我就是面子好看一點 然後就因為他沒帶現金 就是可以讓我用元大這張卡片先緊張 那銀行看一看之後就說不行 然後他就跑去信用卡牌上面去靠北 然後大家等一下可欺負一個去看這個銀行 然後後面那邊銀行就被大家虛報 那其實我們持平來講 就是銀行因為你上一次沒有繳讀最低銀行這一個 所以他不給你使用信用卡 這是合情合理 這次上來討拍這個是沒有辦法 就是說你比較不會去得到大家的同情 因為你至少連最低銀行有900塊錢都要繳掉 你沒有繳銀行就真的沒有辦法就是給你支付 除非你是他們的大貨 你有就是刷很多每月那還好講話 那沒有的話其實大家就是照條文才講 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大家要體諒一下 其實銀行的克普泰就是一個小小的 那個羅斯丁人 他也沒有那麼大的群線可以幫你就是 放通這個讓你去刷卡 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其實他意思說太可楊慧軒 綁自動扣腳就好 對所以後來也有人在這個下面去回那個人 我們現在回到剛剛那個主題 就是那個人他後來被大家酸爆之後 也有人很持平的就是回一篇文章在下面講 就想說其實你只要辦自動扣腳啊 或者是每個月都有講出最低銀獎金 你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或者是你為什麼不多辦幾個數位銀行帳戶 你在國外然後你就可以就是把你的錢 就是轉到那個戶口去 不就可以解決這問題了嗎對不對 所以其實大家都還是有一些變通 我建議大家就是還可以多辦一兩個數位銀行帳戶 那你到時候在國外銀行帳戶 還可以一起賺錢這樣子 是一樣的道理